講到日本最經典的機器人卡通 當然首推的就是機動戰士鋼彈啦 而這個超過30年的經典作品 為了要拓展全新的收視族群 所以他們就推出了新作品 叫做機動戰士鋼彈 H 雖然他始終玩家日絕 這部作品真的是很幼稚 但是不得不承認的 就是他真的拓展了鋼彈的全新市場 而現在機動戰士鋼彈 H 也要推出遊戲版本 而且還是雙包裝 希望他會有不錯的銷售成績喔 萬代南夢宮日前宣布 將於8月9日同步推出 PSP雙包裝遊戲機動戰士鋼彈 H1 並以交錯遊玩的方式 帶給玩家不同的遊戲體驗 機動戰士鋼彈 H1 是由日本Level5公司 協助創作的新時代鋼彈作品 因為調低了收看族群的年齡限制 希望能讓更多低年齡的兒童也能觀看 所以導入了收集組裝的要素 對於死中的鋼彈迷來說評價很兩極 也讓很多鋼彈迷不承認 機動戰士鋼彈 H1是鋼彈系列的作品 但仍然無損受到低年齡族群的喜愛 而機動戰士鋼彈 H1故事橫跨100年的戰爭 主角也經歷了三個世代 而登場的鋼彈機械人還能透過組裝變形的方式強化武力 也是很不一樣的地方 至於遊戲版本有兩種包裝 在最多三人遊玩的交錯遊玩任務模式 會有頭目擊墜任務 殲滅任務 戰艦任務 母艦防衛任務等內容 不但兩個包裝各自收錄不同的任務 連收錄的機體也都不同 所以要完全擠滿所有的隱藏要素 就必須要把兩個包裝都買齊 這也算是廠商變相撈錢的手段吧